水永建議員是 他覺得心聲畏懼 他可以去報警報案 這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從這個 他留的這個字條來看的話 恐怕要構成恐嚇 還有一段距離 有這個字條 留得很有技巧 非常有技巧 他是說請你保重 然後北港花生為你準備這樣子 北港花生是很有名 一種食物 一種食物很有名 黑金剛的品種特別好吃 花生為你準備 我們社會新聞的花生 就是剛剛如同主持人講 這是子彈 子彈的意思 所以要看當事人怎麼樣 我的意思說謝議員 所以這個當事人會說 我說的是真的花生 我說的不是子彈 對 謝龍介可以去報案 報警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從法律上來 要構成恐嚇的話 恐怕這個當事人 他可以有很多辯解 因為目前 所以他貼的時候 可能有想過了 應該是 應該想說有備而來 或是高人指點 所以他寫得很有技巧 就是花生為你準備 他如果寫棺材為你準備 那就是很明顯 花生為你準備 他可以拗馬就說 我是真的花生 所以主持人 我講他這個 你講他高雄市議員 這幾個 其實是有兩個 兩個高雄市議員的 一男一女 是4月2號報案 然後4月4號就破案了 兩天 兩天就解決了 這個其實效率非常快 現在就考驗台南的警方 我的前輩黃光琴 他報案是3月13 半個多月 找到了沒 沒有 沒看到人 這個效率 高雄的警方辦案效率比較高 現在看台南 台北現在的效率很低 他在新北市 在新北 新北的效率比較低 這個隔了這麼久 侯市長要關心一下 當然有開庭 檢方跟警方都有在偵辦 但是目前還沒有那個 我們看當年的關係機場的事件 當時的PO文是9月6號 去年的9月6號 可是信仰庭報案是10月底 10月30號才去報警 這個很奇怪 這個時間點為之一直看不懂 可是這個東西要PO案 其實難度不高 警方的監視說 那個人騎梯買的 騎梯買去 這個人也不怕你抓 因為官方辦案 對 一定是在地鄉親去做 但這個如果抓到的話 就算構成恐嚇罪 那個罪也不中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要讓你嚇 讓你怕 他去裁拔那個都不是什麼 可是警方偵辦是一種態度 我把他抓出來 其他人未來要做 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要思考一下 我這樣子做 可能會惹上官司 包括那幾個去議員 那裡留言的都一樣 那個都會去 這個都依法就辦 協助界這個也會依法就辦 我的意思說 因為我們的刑責很輕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這些人 嚇阻的效用 其實坦白講是相當有限的 你說對當事人的嚇阻效用 可是對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要再做這些事情的話 他就要思考一下 要付出的成本 不是 主持人 我意思說 對去留言恫嚇的人 嚇阻效果很輕 可是被恐嚇的人 那個心裡的陰影 心裡的壓力很大 可是剛才協助界告訴我們說 他沒在怕 他不能軟 他當然說不行 不過你要想看協助界的太太 協助界的家人 他們怎麼想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壓力 天天就有個案例 有一個人他是台商 他跟另外一個 王興先生有債務問題 他就直接留言簡訊 讓你逃刀吃不完 早日升天做生鮮 結果他一告以後 他說我意思是說 我們這樣都變成窮光蛋 每天吃逃刀 所以大家就是沒有錢 他辯解 可是最後法官說你已經50歲了 你不知道社會輸嗎 你跟人傳簡訊說 讓你偷刀吃不完 你就是恐嚇 好 最後有罪 就是 所以花生也有可能有罪 9萬元醫科罰金 剛剛學長在講 9萬元醫科罰金 就是用偷刀去恐嚇別人 最後法官還判他有罪的 是三個月徒刑定驗 9萬元的醫科罰金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偷刀 一樣是慶祭是偷刀 把那是手榴彈 對不對 一大堆行話出來 勘詐 什麼有的不的都來 今天這些事情 剛剛那個惠文先生在講 這個人其實就是背影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他騎腳踏車 4月2號的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人嗎 背影看不出來 有點糊 腳踏踏踏 騎梯買 去到謝龍街的服務處 怕去打 暗時爬上 既然你有拍到這個影片 路邊監視機有拍到的話 就要看警方能不能找到他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先前的案例就是 用頭刀去恐嚇人家其實 頭刀有成立過 是成立 但是問題是也就三個月 然後醫科罰金9萬元 但問題是我們的社會 到底怎麼了 剛剛這個謝龍街議員 劉翔剛才有在講的 這個海峽中線 我們曾經也講過好幾次 在節目裡面也討論到了 我們現在跟大陸 有沒有一條就是 如果誰飛過誰的海峽中線 誰就違規 就像小學的時候 這是一個默契 大家都互相不飛來飛去 這是一個過去的既定的 而且一開始我跟大家講 這叫戴維斯縣 它是以前在兩岸分支以後 美國限制中華民國空軍 不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我們不要飛過去 當時在 本來是限制我們的飛機 不要飛過去的 觀眾朋友必須要了解一件事情 在兩岸分支一開始 至少在2000年前後 公元2000年就是大概19年前 中華民國的空軍是遠遠優勢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的 所以當時一開始分支的時候 是美國要求中華民國的空軍 不要一天到晚飛過去 就算你要飛去徵收 也要沿著海岸線飛 你不要給它真的飛進去 所以海峽中線是一開始 去要求美軍跟中華民國空軍自制的 一開始是我們最好不要飛過去的 但是沒有一條線 這個圖很清楚了 沒有一條線是告訴你 就是誰飛過去誰就違約 如果你飛過來 我就可以開槍打你 如果我飛過去 你就開槍打你 沒有 沒有 就是說大家必須了解這件事情 其實軍方自己也說 說這個海峽的上空叫做公海 即使超越中線 也就是闖入了一個叫做防空識別區 之前我們也討論過防空識別區 就是進入我方的防空識別區 能不能夠打下來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這是不能打下來的 我方的戰機可以貼近監控 或是用無線電喊話要求離開 但是不能夠對它攻擊 如果美方持續進行 軍艦穿越台海的動作的話 北京也不必尊重 沒有任何書面或口頭的協議 所以沒有國際法可以約束 這條海峽中線 大家互相不要跨越 現在秀琳姐講 這個國防部的說法 其實基本上在現在 我們討論這件事情上面 是被無視的 被大部分人的無視 這是自己捐方的說法嗎 這個是正確的說法 所以這個說法跟謝榮介 在節目上面所講的 那個地方在海峽中線 第一個沒有明文規定 誰不能去哪裡 第二個所謂過去以後 也就是半飛 半飛也不代表怎麼樣 第三個如果 只能跟他一起飛 然後喊話而已 前一陣子還出現喊話 喊錯了我們自己講 我們是大陸的空軍 講了兩次 我們是中華民國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謝榮介有沒有講錯 就是以剛剛秀琳姐給大家看的 國防部的正式說法 謝榮介有沒有講錯 就是中間那個東西 航海叫無害通過 航空基本上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ADIZ的航空識別區 因為我們的領空是12海里 這個地方已經離12海里非常遠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謝榮介有沒有講錯 你可能覺得說跟你的想像不同 你超過一半 像小學生畫線一樣 兩個人坐一個桌子 我畫一條粉餅 你不要給我超過 超過我就要打打 但問題是沒有 我們跟大陸沒有一條線的一個規定 找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們拚好的 不可以背過來 你再給我背過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當然你覺得說 大陸對台灣是有 這個所謂武統的意圖 事實上是有人主張武統 對 所以你會緊張 緊張你就要去做 你今天的做法也就是半飛 也就是半飛 而且還從嘉義 選擇從嘉義升空 不要再從天驅部隊 也就是IDF去駐防在澎湖 因為他特別選在下面的地方 他沒有選在最近的海峽 最近的距離就是68海里 就是新竹南寮到福建的平潭 這是最近的 他根本不是為了要攻進來 一台飛機飛進來也不會怎麼樣 大家還記得嗎 先前松山機場要開放直航的時候 也有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現在也很紅 就是賴清德 他也說木馬塗層 沒有 秀琳姐講出答案 那時候他也講說 木馬塗層很危險 一旦這個飛機飛過來以後 到我們松山機場 一降落以後 這個阿三哥大嬸婆 拿著一個包包以後 突然一落到松山機場 全部都變成武林高手 然後就要攻堅台灣了 大家想說會不會太誇張 民航機他說對 還有一種就是 在民航機下面半飛著一台 這個戰鬥機 他躲在下面 觀眾朋友 現在很多人都有網路上的資訊 飛機在這個整個的 雷達系統當中 他看得很清楚 民航機跟戰鬥機 是不一樣的標示 所以不會有說什麼貼在機附 你就偵測不出來 所以過去也覺得說 連直航你也覺得危險 所以這一些東西可以檢視 現在你覺得 線紋界講的話你不愛聽 可是幾年以後 你發現他講的其實也沒有錯 好 那就算不愛聽好了 要用慶忌偷刀去對付人家 這就是重點了 現在剛剛秀仁傑一開始問的是 是不是台灣都已經到了 這種風聲鶴唳 我覺得這其中其實分兩種 我所認知的 應該超過八成都是 網路的開玩笑信的比較多 就是我沒有想到我講這個話 或者是我去誰的臉書留言 恐嚇說我要殺你全家 最後真的會被刑事局的 真酒隊給找出來 我不知道 然後之後再出來 對不起 抱歉 他以為可以隨便到處亂留言 這是一種 至於跑到 這種比較傳統的 跑到人家的服務處去 貼一張紙去恐嚇的 這個東西可能就跟網路留言 比較不一樣 他有付諸行動 背影都可以看到了對不對 我不知道今天是親民連續假期 什麼時候可以找到這個人 其實以過往的 所以警察又有疑力秀 應該是 沒有 警察其實沒有 所以以這樣子 社會關注的事件來講的話 說實在的 都已經拍到影片了 應該一兩天之內能找到的 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除非找到以後 沒有要特別去把那個人抓起來 或是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人可能會強辯說 花生跟子彈不一樣 他只是送花生而已 三個月的徒刑 一顆罰金9萬元 所以其實 就是這樣